台灣電視劇年度盛世金鐘獎揭曉 電視劇花甲南海轉大人 包回最大獎 戲劇節目獎 和男主角男配角 新進演員獎四座獎 其中盧廣仲包辦兩獎大豐收 不過他謙誠幸運 功勞全規導演曲友寧 曲友寧他非常可愛 他在花甲的很多戲 在導戲之前 他會先演一次給我看 所以其實我有很多戲 是揣摩他的行為 所以在我心中 我覺得他才是這家人的舞獎 新科金鐘勢帝魯廣仲 事後黃沛佳 都在入行十年獲獎得到肯定 兩人也在後台互道恭喜 老師 我也想說拿兩錯 他必須要走啦 真的恭喜你 恭喜你 謝謝 這個是會恭喜沛佳 因為剛剛聽他在台上說 今天也是你出到第十年 對 開始練習 對 因為我會不會是 唱歌第十年 然後 唱歌第十年 然後得到兩個演員 演戲的獎 黃沛佳主演的戲劇 台北歌手 是本屆金鐘最大贏家 拿下女主角 女配角 編劇 燈光 和節目創新獎 五座獎 其中童新出身的楊曉玲 在女配角項目鍍金 終於認可自己成為 真正的演員了 我覺得最感謝的是 必須看到我的成長的對面 因為以前我知道 我們那一集大哥大姐 每次要寫我的拍照的時候 都會很煩惱 想說是不是要寫什麼 和西域同行 其實各位你們可以寫 金鐘 加同行的演員 阿瑜頒獎典禮上 有時間限制 獲得綜藝節目主持人獎的 胡瓜阿翔和謝忻 趕快在後台補謝其他人 我剛剛在舞台上 真的非常混亂 非常慌張 謝謝好多人 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 我忘了一些 就是謝謝我的師父 瓜哥 有瓜哥的代理 然後讓我們整個團隊的默契 才可以這麼 謝謝瓜哥的代理 我也忘了謝謝我的師父 賬飛了 聽眾頒獎典禮 圓滿落幕 電視人相約 明年再見 莊社記者張浩安 台北報導